大家好,我是David,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和大家分析当下秋冬季最流行的男装潮流趋势 要拍YouTube影片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的 fashion shows 再综合Volt,GQ,Mr.Porton,雜誌网站的分析 才能整合到这个Top 10 list出来 喜欢这类 Men's Fashion Content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和Like这段影片 因为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我们马上开始吧 过去几季男装很流行的就是一些Cross Body Bag 小袋子小小时装到你日常出家用的东西 我自己都很喜欢用 不过今季如果你想on trend的话 就要用小袋子的opposite 大袋 Fashion 变得这么快 因为它和生活息息相关 疫情完了,大家多去旅行 而各大品牌今季也将旅行元素化成超大容量的手提包 在runway我们见到无论是旧袋、shopper bag 工时包、brick case 还是手提袋、toe bag 都以特大姿体延伸 除了善用手柄带的普通拿法 亦都可以参考Etro和Ferragamo的模特 将toe bag抱住、抓住在身 实现更多styling的方法 同时来到秋冬季 亦都不妨探索多些手袋的面料 例如是毛绒、皮革、颶皮等软熟一点的材质 用色物提高造型的质感 Gradin也好 见工上班也好 出席婚礼也好 不同阶段的人生 我们很多男士都感受过西装的魅力 一穿上身那种自信心爆棚的感觉 真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今季随着时想轻吹起一股整装风潮 以下有三种不同的西装衬法 大家可以在日常穿立中多多运用 平时穿得casual的朋友 只会在秋冬衣服上加一件blazer西装外套 已经可以令造型更有趣了 Jivange的Matthew Williams 用double breasted blazer和hudi 衬出好看的casual look 参考Head Maynard的做法 衬件短身crop blazer 在白色衣服和蓝色牛仔裤上 简单得来有够突出 整套衣服穿出来又不一定代表老土 Dior的Kim Jones 将西装外套的lapel 反领扣起 加上独有的胸袋设计 和可拆卸的衣袖 配合超级飙逆的阔脚长裤 趁出奢华时尚风格 Dries van Norton 的西装以宽阔为迈点 手袖和衣服都特别长 还加过坚挺的power shoulder 突显轮廓尾 反扑贵真一套经典剪裁的西装 配上适量的色物 一样可以发挥出Elmer's 般的高级感 如果单纯以颜色层面出发 今季最流行 应该是说最多designer 尝试应用的一只颜色 就是启发至吉伯利珠果的Cabri Purple 一只几高彩度的紫色 精致亮眼的紫色是造型今季有不少 想在茫茫人海中学纳鸡群的话 Emporial Money 的摇粒鱼外套 又或者JW Anderson 的皮褂 都是非常抢眼的紫色单品 我个人来说最欣赏的就是 Burberry 对于紫色的演绎 将Burberry 的革纹发扬光大 无论是紫色的革纹西装 还是针色衫都看到是充满云美 我对普罗大众要在平价的市场 找到这只同样的Cabri Purple 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可以退而求其次 趁搭一些丁香紫色 Lilax 紫罗蓝色 violet 或者是芬衣草色 Lavender 这些都会是很好的选择 怕紫色很难carry的话 不要紧要 因为一向属于秋冬季主流颜色的 啡色今季都会是继续流行的 全新啡色的造型我自己就很喜欢了 用啡色衬搭其他颜色都一样不差 但是说到暂时网络上最流行的 穿法就一定是美拉德风格 Mayer Style 将不同深浅度的啡色单品叠加 混搭并且小范围地用橙红色 中黄色等作为点酌 从而带出明暗的对比 和浓浓的暖意 而另一种简单易学的 啡色穿搭法就叫做 古尔多法则Cordado Russe 模仿西班牙传统咖啡 Café Cordado 的颜色 上身穿件奶白色的top 下身配浓咖啡色的单品 这又是一个很漂亮的啡色造型 如果你说今季最烈 最值得留意的一件单品 会是哪样呢 我就会说是Animate Villain Coat 什么意思呢 英雄是要穿披肩 而在动漫里面的大反派 当然就会有一件超长的大衣 很有趣 各大品牌的大衣款 都不弱而同地越整越长 说的是长到快拖地的款 超欣赏Amerie 这件灰白色的设计 在pattern 和物料上都花了不少功夫 在Amerie Paris 和Aurie Lee 石色和奶油色的大衣成为主角 圆领或者洞领衣都够了型格 证明反派都不一定要走暗黑路线 而cancel 的Nego 就将对日本文化的推送 投放到这件Sachiko Stitch Code 才用代代相传的日本刺纸售技巧 重新定义现代和服造型 长衣自带气场 但长到拖地也不理想 其实碰到对鞋已经叫做好长了 比较高的男士 这个trend 適合你了 有些风格不同身形的男士都可以衬得很漂亮 曾经风美一时的腿肺摇滚美学 今季正式回归了 据破旧感的洗水牛仔单品 加经典黑红色革纹雪衣 新进法国品牌Eganab 用这两个造型护露了不少时装精的身 在Jivashi Grunge Core 达到极致水平 设计师将革纹衣、迷彩服、运动衣 和牛仔布叠加起来 用不同的材质塑造出层次的造型 不过乱中有罪的这种衬法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这个时候参考Diesel的Runway Look 算是日本版的Dirty Fit造型介布 不要这么大声 今季大logo和Mologram不流行 这季最流行的是Quiet Luxury 静车方 时尚光谱的另一边流行一种低调简样 朴实不强扬的风格 不需要刻意圆耀卖弄 但就靠单品本身顶级的资料 营造出那种自然的奢华感 Quiet Luxury 安静 需要刚刚才那么细声和大家说 这大概get到个link了 没有了一眼睛变的品牌标志 就只有顶级的面料 细致的工艺和利落的展材 才能够营造出高级时尚质感 Ketone Rioli Laure Piano Zenia The Roll等大牌 都是Quiet Luxury的表表者 但是这些brand全部都这么贵 便宜的有些alternatives 我会说Selected Cost Club Monaco 和Fiora 叫做是中价便宜价位 最值得买的一些简约brand 但是你比较少了一份价钱 工艺自然就没有那么高质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一些长清款 例如Tweet Jacket Cashmere Sweater C质 或者羊毛的颈巾等等 颜色要是朴素一些的Mute Tone 就一样可以打造到舒服松容的奢华感 再进一步你可以拿单品去裁缝司 修改一下cutting 因为再漂亮再贵的单品 都需要合身才能够穿出一种优雅的感觉 香港冬天都不算太冷 所以Lamme不算是一件必需品 但是对于时尚达人来说 学会如何配衬Bini 会是今季的一大课题 Gucci的Lamme是最基本的正式款 卡奇式Lamme为All Black造型增加特点 在Fendi 正式Lamme多了一份换味 有规则的纹理 配独树一格的Lamme形状 配上一些比较正式的造型单品 都没有违和感 至于一向善用颜色和图案的Body 就为Lamme添加了一丝手工感 戴上这帽子 连模特带都散发着艺术气色 Bomber Jacket 只有一项都很受男士欢迎 不过今季流行的 就不再是一些修身的Bomber Jacket Gucci这件超级oversize 佛量感十足 营造上短下长的身形比例 My favorite 肯定是Doce & Gabbana 这件黑色皮革款 收窄腰部的线条 扩大三袖的幅度 整个造型就像最Modern的 Man in Black黑超特径组 Rick Owens 不用Crop的效果 反而将外套加长技吸引 不喜欢版型太oversize 看不看Wayumi这件比较合身的 亮点型外套上的刺手图案 我们平时看到最多的Bomber Jacket 和这些设计师款有什么分别 你看到最多的都是轮廓的 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件 比较漂亮的Bomber Jacket 就要考虑这一点了 最后来到今季最有趣的一个 fashion trend 只要改你的outfit 一个小小的部分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 说的是特大的衣领 外套 写衫 甚至真织衫的衣领 都可以玩 Army Paris 把巨大的衣领装饰在boxy fit 外套之上 Sherling羊毛皮 既然保暖 Casa Blanca 的大衣领就出现在羊毛针织衫上 配上一条同颜色的腰带 整个造型就更加一致了 另一变上深受kpop文化影响的 Charles Jeffrey Loverboy 用极大的戏衣领 带大家回到80年代 而Prada的设计 真是最意想不到的Milchart Brothers 和Ralph Simmons 将衣领做到又尖又长 理所当然 就成为整个造型的焦点了 恭喜你 你现在可以叫做贴近潮流 这10个trends 你打算怎么开始的呢? 哪个trends最正 或者哪个trends 你最搞不定的 都欢迎你在下面的留言区 分享一下 记得 有些东西你喜欢 但其他人不喜欢 都不代表他们错的 所以在这个flashated style 的community 就记得最重要做到 Keep Positive And Respect 和而不同 多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